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道汤品 这个吃了会让女生美美的 先生吃了会很有活力 老人家吃了 让你们全家都很开心 喜欢养生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这位是谁吗 他就是我的先生 胡乃余医师 嘿 大家好 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 我在我的频道里头 常常有人会问我 我这个四神汤里头的 茯苓有多少啊 艺人有多少等等 今天就请专家YC某告诉大家 没错 今天我会把四神汤的分量交给大家 没欢乐了 没欢乐了 现在来介绍四神汤的材料 这个是芡石 淮山 莲子 茯苓 艺人 现在煮四神汤 我们先倒水 1500cc 先把食材倒进来 我们现在开火 把它开大火 煮滚以后转小火 那总共是40分钟 这样就完成了 为什么我今天用这个砂锅呢 因为它的保温效果很好 营养不容易流失掉 然后煮起来东西很可口 如果是吃素的人啊 这样子煮就可以了 也可以加杏鲍菇 或者是猴头菇 下去煮也一样很好吃 今天为什么会加猪肚呢 中医里面他讲乙行补行 现在的人呢 生活很紧张 然后压力很大 都是过了时间还没有吃饭 所以肠胃就不太好 因为四神汤呢 加了猪肚以后呢 就会让它脾胃变好 埋回来的猪肚就是这个样子 把它翻面 会有一些油 把它修干净 然后你再来洗 洗猪肚要加三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面粉 面粉把它加进来 然后第二个是油 再来可乐 拌匀 有那个黏黏的部分 因为你有可乐可以把它去掉 洗得差不多了就可以拿去冲水 洗到这个水来轻轻的 然后里面没有黏黏的就可以了 我们一般用一个盘子 然后把它穿进来 它不够大的话 你再从边边再剪一个 剪一个洞 你撑开盘子刚好 穿进去差不多这样子一个 把这个缺口用个针线就把它这样穿 你把它穿固定就好 它煮的时候它不会开开就可以了 封好以后呢 冷水煮 冲把它加进来 花椒也把它倒进来 好 现在开大火 滚了以后呢 我们改小火 要煮一个小时 猪肚煮好要放凉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馅拿 就把它拿掉 就先把它切一半 切成比较好入口的 一小块一小块 现在我们把猪肚加进来了 然后我们还要煮20分钟才完成 然后用小火来煮 今天煮了一个猪肚四层汤 我买了一个猪肚比较大 所以我煮了一半 另外一半呢 我用来做红油肚丝凉拌菜 现在来介绍红油肚丝 巧味料 醋一大匙 酱油两大匙 花椒粉少许 那糖呢 也是少许 腊油 那今天介绍的这个是莫菊笋 跟猪肚凉拌在一起 夏天吃了会很开胃 你去选莫菊笋的时候呢 你买它的这个叶子是绿色的 很翠绿的 那就是表现它很新鲜 一般这个头要把它切掉 硬的部分就把它削掉就好了 里面它是非常嫩的 它腌一下要一匙的盐 把它拌一拌 它就会出水 我们把水分挤干 那红油肚丝煮好 再给它放在上面 辣葱 我们只用葱白部分 现在把头去掉 先切片的起司 好 再来切猪肚 这一片嘛 然后我就把它划开 这样子切 我们先加酱油 再来醋一大匙 花椒粉 少许 再来就是糖 少许 再来我们就把它用筷子把它拌匀 拌在莫菊笋上面 这是一道很清爽 可以当艳客的菜 它非常的开胃 现在我们淋一些辣油会更香 好了 这盛汤煮好了 好吃吗 煮得很烂 好好吃喔 好吃 这个这里头的这个猪肚吃起来 软软扭扭烂烂的 我的牙齿都还咬得动 不错 那我下次再做给你吃 啥子的 这个里头呢 有猪肚啊 猪肚以形补形 就是补肠胃 另外呢就是 它里头的茯苓 它有沥肾水 补肾的作用 芡食也是补肾的 而且可以缩小面 意思就是说 咽尿太多了 也可以吃这个 这里面的莲子啊 它是补皮的 还有淮山 尤其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 特别的好 那假如说 常常吃四神汤 那对身体都还不错 那艺人啊 它可以有软肩的作用 所有比较硬的那种 像是猪肚啊 或者是猪肠的 它都可以让它 很快的软烂下来 艺人虽然有那么多的好处 可是孕妇要记得 不要吃比较好 有可能有脂股疏缩的问题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啰 我们下午就会有点 美美的 然后可以定格 对 可以定格一下 或者换个方向 喜欢养生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吗 我错咯 要不要再一次 下次下次 没问题再来一次 好 开始 好 自己说 自己碎碎念 可是叫我碎碎念 我就没办法碎碎念 哇 好吃好好吃 不行啦 客人还没吃 你不客人吃 等一下再吃啦 OK 你看客人要 可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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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